今年最令香港人難忘的一件事 就是免費電視牌照 最後不批給王維基這個民營電視台 很多人既同情 亦觸及香港人一個核心的價值 在一些公共的決策上 沒有透明度 沒有充分把理據交代出來 令人覺得有很多黑暗的決策 我們坊間有很多不同的討論 就香港電視拿不到這個免費法 我想特別在這裡提到一點 商務及經濟局同一個政策局裡面 局長蘇錦良 既是負責電視台的牌照 還有一個部門是隸屬蘇錦良 就是香港電台 而香港電台 是密羅緊股正打算用公帑 用納稅人的錢 去興建一個電視城 去開一個新的免費的電視頻道 蘇錦良局長 是要回答一個很具體的問題 為什麼有商人真金白銀 已經拍劇願意去投資 提供給香港市民一個免費的娛樂和資訊頻道 是被拒絕的 而同一時間 又允許一個用公帑去營運的巨型電視台 去成立 如果你說怕市場會競爭 為什麼你不讓市場上 要用真金白銀的競爭去運作 而要給公營的電視台加入呢? 這是一個很令人廢解的問題 香港電台一向就是做電台的廣播 大家比較陌生的 可能覺得電視台裡面的節目 其實也有香港電台的 其實那些就放在免費電視台的時段裡面播放 但是接下來說的 香港電台將會像日本的NHK 或者台灣的公視一樣 一個獨立的 有幾個頻道的一個 就是一個獨立的電視台 當中涉及可能會拍劇 會有資訊的節目 但是如果用NHK 或者台灣公視的預算去看 將會是一個數以十億計的 每年的公帑的開支 去營運這個電視台 而同一時間 當然香港的人口 就比日本、台灣少很多 究竟值不值得用公帑 去營運一個新的電視台 而同時要拒絕其他民營的電視台 在香港服務呢? 這一點呢 是要向立即人交代 同一時間 香港電台自己 接下來的研討會 會舉行 大家可以共同關注 究竟為什麼 政府如果一天 不發牌給這些 已經願意去做的民營的電視台 是不是不應該 去扮演一個公營的電視台呢?